文化現場思潮榜第四集 德里達的第三節 我們剛才說了德里達的重要概念 包括言義、哀悼、死亡的看法 這一節不如說說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個叫Supplement的概念 就是我們報紙副刊 我們也叫Supplement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我讀的時候 因為大家讀德里達可能有點詫異 但是我覺得德里達 它關於補充的概念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補充 就是它對證文 它是附屬於證文的 它是幫忙解釋證文 令證文更加完整 但是德里達的補充概念就是 它雖然是附屬於證文 但是它裏面是一些 和證文有差異的部分 然後它將一些 其實就是將一些差異的元素 置入證文裏面 然後令證文反而被解構了 它的意義產生 我們用回剛才的說法 意義產生的困難 它解釋變得困難 甚至是它有取代證文的能力 這樣一個比較 其實如果你看它的文章 就會看到真的 整天都是這樣 它一補充 它一補充 你就整個 哇 接著下來 真的很辛苦 這三行動得快些 然後一補充 補充一個你不懂的 外國經典文本 然後你就 哎呀 你又趕不自己去看 但是有一個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的就是 卡勒在文學概論的序裏面 它裏面說的就是 因為德里達講勞梭 勞梭 他好像對著他那些 外情對象 不知是甚麼夫人 華倫夫人 謝謝 華倫夫人的時候 他很喜歡華倫夫人 喜歡到華倫夫人 所有的小物件都很喜歡 他喝碗湯喝完 他會馬上搶過來 馬上喝 然後他的頭髮 跌下來的頭髮會撿起 其實是不是想說他變態呢 不是不是 愛到情深自盡 十五朗天就明白了 不好意思 入世未送 可以說 不是 那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德里 一般來說 他這樣很情深很愛 那個夫人 但是德里達的說法 不是的 那些頭髮就是 對夫人的濕皮紋 對她的濕皮紋 而盧桑那時候 就愛上了濕皮紋 濕皮紋的頭髮 其實甚至大過 在她面前的夫人 所以她撲過去搶頭髮 就不是放過她抱著夫人 她就拿來做一個濕皮紋 取代 證文的一個 其實是取消了一個外 即是否有些取消了 你原本有一個東西 叫做邊界 有些東西在外圍 其實她不單止是 好像 擦走了那條邊界 還要將那些外面的東西 一下子 硬了進去 中間變成 你要理解這件事 其實你要理解外面那件事 最重要的是這些說法 令到很多說愛情 或者說女性的人 很喜歡引用她的說法 因為女性 女性就是一個中間的原因 我們男人 其實傳統的男性 那些說法 就是圍繞著她打轉 其實從來沒有在意外 這個女性的內核 如果有的話 即是根本可能沒有 即是銀洞 不停地在那裡搞 你扶好傳媒在外面搞 怎樣討好她 即是叫騎士與淑女的關係 都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說女性 拿這套東西 就解構了這些東西 就知道她的男性虛偽的面目 或者男性華語虛偽的面目 愛情也是 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為什麼愛上一個人 其實不是愛上一個人 我只想有特質 可能有錢、英俊 可能是其他東西 假設突然間逼了 突然盲了 突然沒有錢的時候 我們突然不喜歡這個人 所以愛情往往 其實不是真的喜歡那個人 但怎樣才是喜歡那個人 這些就是要通過解構 才慢慢顯現出來 所以 解構愛情狂是沒有錯的 為什麼呢 那個用法是沒有錯 不過她其實沒有用到那個方法 即是她的用心是沒有錯 是對的 應該愛情可以被解構 但是她的auditor 沒有做到這件事 女性和愛情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切接近的核心 大家看到今天 女性嘉賓 男性的主持是不會看我的 我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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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在那邊打我 音色的主持 我想問一下 我已經滿足了我八卦的感覺 因為 德里大是非常英俊 如果大家上網搜尋 年輕的時候尤其 不過 一頭八發都相當吸引 都是很型的 一頭八發 但是樣子相當之陰沉 居民是跟大人爭過女兒嗎 不是爭過女兒 或者大家都分享過女兒 我們分享過女兒 最出名的是 她跟法國總理Jobspin 曾經做過約師潘 她約師潘現在的夫人 是她曾經做她的情婦 記住是情婦 她的夫人也很出名 寫了很多著作 另外她有很多情史 但是我們現在不重要的說話 你說勒坎有很多情史 康德有很多情史 我們不重要 我們講她的思想 正滿清源 我講完八卦話 周思忠似乎要講一些 其實剛才阿朗天也有介紹過 其實阿德里達是一個阿爾及利亞人 其實她是一個 在殖民地那裏長大 她看著她五十年代 應該如果沒有記錯五十年代 就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五十還是六十 我不是很清楚 其實這些是對她來說 一些歷歷在目 甚至乎有親身經驗的事情 所以其實她 在她的學院生涯裏 其實她都是有很多 我們會叫做異見 異議的行為 包括她會搞很多 例如關於種族 甚至晚期搞死刑等等 在這些campaign裏 其實她都是一個很活躍的人 甚至乎有一個 應該是很多人會說的 一個威德利大小插曲 就是她七十年代的時候 有一次她是走了去捷克 去捕拉格那裏開會 跟一些地下知識分子開會 怎知道她就說 這個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youtube看 youtube她是很詳細的說 她發現有些秘密警察跟蹤她 但她說有些秘密警察是完全不介意 不介意給德利大小插曲 知道有人在跟蹤她 就是一些不秘密的秘密警察 然後插裝教我 就塞了一包毒品 在她的房間裡 後來她在盤問過程 她才知道 其實當她在那個布拉格 她在城市裡擋 擋了去卡夫卡的霧的時候 原來剛好就是 那些警察把那袋毒品 擺在德利大一間房間的時候 所以兩件事是一起發生的 後來就有一個結論 其實是卡夫卡的幽靈在指使整場戲的發生 那她的一本書就是馬克思幽靈 這本書其實對我來說 這本書其實是我進入德利大的一本書來的 雖然其他那些我後來也有一點點看 但這本書其實也是mark了 德利大作為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 其中一個一項工作 其實這本書為何會有呢 其實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80年代尾我們有所謂的蘇東波 我們北京當然有六四屠城 然後我們也在東歐那邊有蘇東波 一下子之間好像整個鐵幕塌了 然後其實一大班知識分子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很困擾他們 那怎麼辦呢 即是你不喜歡蘇維埃也好 起碼還是頂著美式資本主義 即是市場經濟 議會民主 那你連這個做人頂著他的鐵幕都倒閉 那我們這幫左派軍之怎麼辦 即是馬克思是否要忍退 即是由馬克思出來了 歷史已經終結了 即是甚麼都終結了 即是人又終結 歷史又終結 所以他們在1993年的時候 其實就在加州一間 我忘記了哪間 Riverside 好像UC Riverside 搞了一個英文名叫 Rivering Marxism 即馬克思的消誓 還是消隱退 這些問號 然後這本書就是當時 德里達的幾篇演講 即緝牌的幾本書 其實他的想法就很簡單 他其實就用了這個 剛才都說 德里達是引很多文學作品 其中這裏就引了一個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他怎樣說呢 就是哈姆雷特 其實他是一個甚麼人 他就是一個 簡單來說 他是一個錯維的人 他其實他要受 他當世要受的苦 其實是在他老爸那一輩的時候 已經重下的恩力 就是重下的恩力 當他要面對的 在他在世的時候 可以面對的 就是只是一個 就是穿著一個盔甲 見不到的老爸 好像向他發話 他就用整個這樣的比喻 來講 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 就是實體在這個世界上面 出現過 和產生過影響力的 這個這樣的實體政治 和馬克思作為一種 就是學說 甚至是作為一種幽靈的存在 就是可以怎樣用一個 這樣的框架來 讓我們不要因為 就是馬克思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 全部好像都在凍著 灰了 我猜這個也是一個其中 挺有趣的 我們是 很多謝大家 很多謝大家 因為你已經時間夠了 對於馬克思 全部都沒有補充 是沒有補充 下次我再會 再會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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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